大家好 我是庄庄 今天开始解说《龙珠超 魔罗天》 距离力量大会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悟空来找贝吉塔 贝吉塔有些不满意 悟空又迟到了 悟空向他道歉 并迫不及待的要开始训练了 贝吉塔指责他素质太低 在这里训练会打扰到邻居 要带他到重礼实验室 训练中 贝吉塔让悟空拿出他的自残记忆 悟空也很郁闷 自从力量大会之后 他就再也没变成功过 贝吉塔幸灾乐祸 果然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形态 根本靠不住 悟空也赞同他的话 修炼没有捷径 只有不断的积累 贝吉塔更是傲娇地表示 以后再也不想跟悟空联手战斗了 这句话又引起了悟空的共鸣 他也希望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敌人 都能用他一人打赢 这时重礼实验室传来不满的声音 他让贝吉塔和悟空赶紧出来 撒旦发来的紧急求救 不满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撒旦说他家里出现的神秘人 准备强行带走波欧 听到这话 贝吉塔第一个不信 再怎么样 波欧也是顶尖强者 怎么可能被轻易带走 悟空神情严肃起来 也许地球又出现强敌了 不满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而贝吉塔感受着 却没发现任何强大的邪恶气息 没有办法 悟空和贝吉塔只能亲自去看看了 悟空邀请贝吉塔用瞬移一块过去 贝吉塔却不领行 他自己五秒就能飞到撒旦市 不用悟空在这瞎显摆 看着傲娇的贝吉塔 悟空一脸懵 另一边 在撒旦家里 你们这些人想对波欧先生做什么 不许带他走 把波欧先生还给我 你们这些坏蛋 波欧正在舒服的呼呼大睡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米尔斯正在指挥同伴 把波欧遇上宇宙飞船 根本没理会撒旦 迫于无奈 撒旦掏出了秘密武器 接招吧 你们这些混蛋 米尔斯打掉撒旦的子弹 准备再次向他解释 此时悟空到达现场 贝吉塔也尾随而至 看到对方真的准备掳走波欧 悟空确认他们就是坏人 再次贝吉塔都来了 撒旦知道这波稳了 梅尔斯也认出悟空他们 撒旦恳求他们赶快救回波欧 悟空率先出手 眼见同伴都被打倒 梅尔斯被迫出手 仅仅数招 贝吉塔和悟空都被打倒 梅尔斯指挥同伴 把悟空和贝吉塔一块搬上宇宙飞船 把他们带到总部 再向他们说明情况 顺便请他们帮帮忙 悟空别睡了快起来 悟空想了过来 贾克看着他还是迷迷糊糊的样子 不由的夸赞 他们迎合巡逻队的麻醉枪 就是厉害 悟空清醒以后 惊讶一下贾克为什么也在这 贾克没有搭理他 开始装枪做事 明明说好只带波欧来的 却把悟空和贝吉塔也带来了 真是麻烦 悟空也没在意 问他这是哪里 贾克告诉他 这里就是超级精英部队 迎合巡警总部 贝吉塔还纳闷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梅尔斯出来给他们盗窃 之前看他们情绪激动 不容易劝说 无奈之下 只好先打晕他们 悟空问他是谁 来人介绍 他就是负责103个区域的 银河巡警 第一精英队员梅尔斯 一旁加克炫耀他们是同事 梅尔斯的巡区 只比他多一丢丢 悟空天真的问 加克负责多少巡区 加克尴尬的表示 只有三个 贝吉塔反应过来 问梅尔斯为什么要卢走过 梅尔斯解释 他们有个穷凶极恶的犯人 从监狱里逃走了 为了再次抓到那个犯人 需要用到某个人的力量 无奔和贝吉塔纳闷 需要用到谁的力量 梅尔斯告诉他们 就是陈世在波无体内的 大戒王神大人 在一百万年前 大戒王神大人 幸亏扛住了 那个家伙 竟然用彗星攻击 魔罗单手伸向行星 口念古老的咒语 随着咒语的发动 行星上所有的动植物的元气 都被强行吸走 南戒王不敢相信 魔罗在瞬间 就让一座行星变成了死星 能量汇聚完毕 魔罗一口吞下 他竟然可以通过内服 吸收星球的能量 一番折腾 魔罗的力量又上涨了 大戒王神知道 此时的他们已经不是魔罗的对手 不远处的一艘飞船上 两个银河巡警 拽拽地宣布着魔罗的遵状 破坏伊拉基星系 并且造成320个星球死去 不过他们也清楚 魔罗十分厉害 他们对他无能为力 只能待在这里 把希望寄托在大戒王神身上 为了避免被波及 他们甚至离得更远了 南戒王神希望 大戒王神想个办法 如果魔罗一直增向下去 他们一定会败 至少也要想办法 压制住他的魔力 大戒王神决定 用自己的神力做代价 封印魔罗的魔力 南戒王神惊讶 大戒王神还会这样的招数 这是大戒王神之前就练成的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 不过这招非常危险 所以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大戒王神将全身神力 汇集到手指 南戒王神害怕 他这样高度聚集神力 会有危险 大戒王神却管不了那么多 就这样 大戒王神牺牲掉自己的大半神力 终于封印了魔罗的魔力 然后拜托银河巡警 将没有反抗之力的魔罗 关进银河监狱 不过虽然魔罗失去了魔力 但是他的战斗力依旧强大 银河巡警判了他死刑 却没有人能够杀死他 只能将他忠心监禁 听到这儿 贝吉他都惊讶了 魔罗竟然活了一千万岁 悟空也表示非常羡慕 忽然 悟空注意到问题关键 魔罗已经越狱了 这也是梅尔斯需要波污的原因 他们需要用到大戒王神的力量 再次逮捕魔罗 不然等他恢复魔力 宇宙就要遭殃了 贝吉他还是不明白 这一切跟波污有什么关系 原来 在那之后过了五百万年 魔人波污就出现了 他吸收了大戒王神 悟空惊讶 贝吉他竟然不知道这段往事 贝吉他拽拽地表示 就是不知道 而且他提出波污应该不是被麻醉的 是本来就在睡觉 他一睡起来 就很难被叫醒 梅尔斯觉得 无论如何要试一试 他们必须想办法 从波污体内 引出大戒王神大人的力量 但是贝吉他质疑 能被波污吸收的大戒王神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在另一个房间内 波污还在呼呼大睡 一个银河巡警 试图叫醒他 被他随手一扔 丢在一边 但是波污依旧在睡 贾克也觉得 不可能叫醒波污了 悟空承认 波污就是这种体制 比他还能吃冷睡 银尔斯这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找到魔罗的踪迹 只能先按兵不动 悟空兴奋地提出 他们可以去抓魔罗归案 梅尔斯听到悟空的提议 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悟空招呼贝吉他 又有架可以打了 贝吉他却对被强行带走 现在又要坐面 费劳动力感到不爽 梅尔斯开始拍二人马屁 说他们的传说 已经人尽皆知 就算银河巡警 也知道他们是 宇宙中非常厉害的角色 悟空谦虚地回应 宇宙中有更多厉害的人 贝吉他却不吃这一套 还默默走到一边 身后 悟空还在和梅尔斯 推去布罗利的身手 贝吉他想起 之前梅尔斯能够轻松地 麻醉他和悟空 虽然当时他们比较轻敌 但是梅尔斯的这份表现 就注定他不是普通的银河巡警 贝吉他还没理出头绪 梅尔斯已经请来银河王 给他们召开任命迷事了 悟空还疑惑银河王是谁 贾克直接骂他笨蛋 上次和象帕宇宙比赛的时候 还见过银河王 悟空终于想起来 是那个长得像章鱼的家伙 我可不是章鱼 银河王气冲冲地现身 悟空自来熟地 抓起银河王的竖脚 跟他打招呼 贾克让悟空注意身份和分寸 银河王一本正经地说 悟空抓的不是他的手 而是他的钉钉 尴尬之后 银河王任命悟空和贝吉他 为银河巡警队员 直到成功抓捕魔罗为止 但是如果发现他们乱用直拳 就当场解除他们的职务 比如利用搜查的名头插队 或者利用银河巡警的身份良媚 都会被视为乱用直拳 加克拿出银河巡警的队服 恭喜他们 悟空和贝吉他都拒绝穿这样的衣服 你们在说什么胡话呢 这队服可是全银河人的憧憬 再说 这个设计多么酷炫耀 贝吉他假装打电话 躲到一边 悟空与活动不方便拒绝 梅尔斯让人给悟空他们画上队灰 队服不是强制的 但是为了规定 队灰是不能少的 加克还是不能理解 他们竟然会放弃一生难得的机会 真是两个笨蛋 悟空和贝吉他看着胸前的队灰 有点难闻情 加克激动地表示 他作为前辈 要教悟空他们一些经验 首先就是胜利时的姿势 悟空觉得 这姿势适合悟犯 加克还在兴奋地掩饰着各种胜利姿势 门外的队员却着急地行动起来 悟空看他们这么着急 非常纳闷 梅尔斯问一名队员出了什么事 对方见识梅尔斯 告诉他 马加莱尼兄弟又去抢劫了 梅尔斯怒斥这帮人真实不长激情 他当即要求跟队友一起去逮捕他们 悟空从加克那得知 这帮人就是一群不知悔改的惯犯 梅尔斯让悟空他们休息一下 他要去执行任务 贝吉他却要求一块去 悟空还不理解 贝吉他解释 他是要看看梅尔斯的实力 听到这儿 悟空也兴奋地要一起去 梅尔斯痛快地同意了 那么这次任务 贝吉他能看出梅尔斯的真正实力吗 魔罗到底有多恐怖呢 悟空他们能顺利逮捕他吗 我是辛苦做视频 想要个三年的壮壮 我们下期再见